劳动部职场霸凌全民愤慨 新竹市的民政处长施竹亭 因为处理某个公务员降薪调职 与市议员田雅芳就杠上了 田雅芳质疑是否因为他提案 要落实殡葬管理清洁 是否就把承办的人降薪调职 施竹亭则是驳斥 没有这件事情 公布的录音档也来做一个澄清 正常的流程应该是这样子 但是你们出现了更夸张的事情 就是你们直接将承办人员 降薪调离单位 处长我不知道我这个提案 哪里有写到说 哪个承办人员有疏失 然后这个承办人员 应该要降薪调离单位吗 主席议长民署长 那不好意思 因为我不太确定议员所说的这个部分 因为其实并没有承办 是因为这个原因来被降职掉位置的 主要是这个想说 今天因为执询的时候嘛 那个田亚方议员他有提到就是 好像因为他提案 然后员工迷积 就是调离限职这样子 你知道你自己被调离的原因吗 知道 你也不要说一下 那个是112年的内政户的 冰障提升计划 那因为 就是内政部和下来之后 然后因为那时候 内政部的丸专员也吹着我们 要赶快在年底之前 把他把标案标出去 对 我们就是赶着做啦 一直到 一直到那个113年 对 然后我们被内政部 就是我们送上去的那个和销的表格 被退回来 然后才发现到说 那个 那个钱不对 陆云党的内容可以听到 该公务员自述 2023年的冰障提升计划 因为被催缴标案 没有注意到有补助上限 发包出去后 送上了和销表格 被退回来才发现金额不对 但施淑婷表示呢 不只有这个问题 有基层爆料 该公务员经常霸凌下属 长官来的公文 他自己嫌你办 做完就叫基层人员盖章 有同仁想看一下这个内容 不愿意盖章 竟然就被调去雇墓园 工作上面也是各种的刁难 还有霸凌 新竹市民正处呢 已经介入调查了 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